关怀就业弱势民众新竹市政府举办特定对象及就业弱势伪电影首映会 五支影片分别以不同背景的主角们 包括新住民、生长朋友、节友 透过伪电影分享 让社会大众认识他们从零开始的奋斗成长过程 在求职部分有时候会遭遭一些困境的 包括我们新住民的部分 还有身心障碍朋友的部分 以及中高龄还有二度就业等等 以及我们自力自强、自力更生的街友等等 我们希望他们把这个一时的困境不要丧置 把它站出来、勇敢站出来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五位这个 真人真事的一个最佳男女主角 拍成这个微电影 然后作为我们目前求职或是转职 一个激励的作用 那也不要客气 有需要我们新竹市劳工处来服务的地方 我们都解力来服务 包括提供个案的服务 以及我们就业职讯培养第二专长等等 主角之一身心障碍朋友杜嘉玲 属后天第一类身心障碍者 曾经做过很多工作 但老板嫌他动作慢 你不要来了这几个字 让他做了很久的噩梦 甚至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不敢再就业 而现在他经过劳工处职业重建人员的评估 进入喜憨儿餐厅工作后 状况开始变得不一样 当初做过很多工作 可是因为他们老板都会觉得我动作太慢 然后抗压性不足 然后常常受到很多挫折 可是来到喜爱人餐厅 他们都很贴心的照顾我 然后都不会太严格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环境很好 然后让我坐在这边也很开心也很顺手 劳工处长黄景元上午与主角们及导演陈彦宏 宣告为电影拍摄完成 会终并放映影片精华片段 分享主角奋斗的故事 以及拍摄时的花絮 主角之一的严廷华 现场表演手绘T恤 感谢创客基地一起飞翔的培训 如果想观赏这五部为电影的民众 可搜寻新竹市政府新竹市新鲜市 以及劳工处爱劳动脸书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 感谢创客继续